7月30 拳下星城開打 嗨 大家好 這裡是尼克星 7月30 拳下星辰開打 我和李玉森的拳擊比賽 大家可以在線上直播收看 那不管是要湊我也好 或是要幫我加油也好 雖然臨時要比這個比賽 備戰時間不長 但是這些日子我也很用心準備 會打一場好比賽 不會讓大家失望 那究竟 我卡卡西 能不能打得贏鬼殺隊隊長呢 鎖定7月30 看我施展 拷貝之數 再來是回贏差跡的部分 那8月13和8月14 這兩天的時間我可以打 再來我的出場費是 一百萬 那我跟你的事情 畢竟是我約戰你的 那我就免費跟你打一場 但是你又要找其他人來的話 那要給一點出場費了 畢竟我在7月30已經打了一場 你不讓我休息 只過了半個月 又要我再打一場 說錯了 是兩場 那這樣子對於我身心的損耗是非常大的 那很多人可能會對於我開的這個出場費價嘛 會有點問題 可能會覺得 尼克星你什麼卡 開這什麼價錢啊 你值嗎 但是我希望大家放開你的感性 我們以理性的眼光來看 以現在圍繞著我的話題 流量爆炸的情況 一百萬我想是非常合理的 我講一個簡單的就好了 你們看看哪一個臭我的影片 流量是不高的 你看X7臭我的兩部影片 才上幾天 就已經一百多萬了 臭我的流量都這麼高了 更何況是我被揍的流量 畢竟啊 真的是太多人想看我被揍了 那也不要怪我開這個架 因為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說了 要我打 錢要有誠意 那我還有一個條件 就是 你要露臉 你要尊重拳擊這項運動 沒有人在蒙面打拳擊的 請你認真看待這件事情 那不要怪我開條件啊 畢竟你自己跟我打就算了 你還要另外帶人來跟我打 那我跟你的事情歸我跟你 我跟小潘的事情歸我跟他 那如果你質疑要帶他的話 那勢必要尊重我開的條件吧 那X7大音樂戰 很多人都說 哇X7真男人很man 但是我是抱持著 不一樣的看法 我覺得X7很聰明 你沒有拳擊的基礎 又沒有在運動 這樣我認真打你 大家會笑話我 說我欺負人 但如果你是真的認真的準備這場對決 我會覺得你更像是個真男人 那如果我開的條件 你不接受 談不攏那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認真學習拳擊半年 半年之後 我們來場對決 我也表示誠意 我親自飛去香港跟你打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子 沒有經驗的上來 這樣我打你也不是 不打你也不是 如果你願意接受我開的條件 或是提議的話 最晚在7月30以前回覆我 畢竟我也很忙 就這樣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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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